自从本港一切管治被全面接收后,施政报告除了歌公众得外,不可能写出什么大计来了,上高有何吩咐便唯有照做,最新吩咐的还是房屋问题? 若整治地产商,中共会直接出手的了,至于怎样密地?它当然不及土炮熟悉,这个波才会交回特首,政府主要控制的,还是土地供应?然而土地供应与房屋供应,可以是两回是来的,将每年卖的住宅和商住地面即加总再对比每年住宅单位变动,理论上是落成减拆射。 可见两条大数的长年走势大概一致,但早几年曾大量卖地,却未见对应增加单位。 愿何会有好几年,2011-2016年,如此?这几年开始前任特首期,楼价不断飙升,楼价飙升碰上大增卖地却无甚新单位,即是团地了,或是拖曼来起,换转理事发展商, 眼见词卖卖可以卖贵卖,也不急于见留,受楼了,对吗? 感谢ider 并哪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